嗨 大家好 我是Desmond 陳總江 歡迎到我包包的秘密 今天我就會看開的把我的包包裡面的東西 全部拿出來給你看 這是我的隨身帶的run down 還有我的劇本 所以大概給你們看我的劇本是長的什麼樣子 就大概這樣子啦 我在前面會寫一些東西 然後裡面就會做一些功課這樣子 簡簡單單的 那這是我每天都會帶的水 所以是很像2公升嗎 1.5公升 所以這是必備的 因為我很喜歡喝水 那這是剛才我的午餐的飯盒還沒洗 剛才吃了宅米粉 很好吃 然後墨鏡啦 墨鏡是我必備的東西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戴墨鏡 一是因為我的眼睛很敏感 所以如果太陽太亮的話 我會覺得不舒服 這是我今天帶的墨鏡 還有呢 今天 另外一個一定要帶的東西就是charger 因為我們在這裡有12個小時以上 所以我擔心我的電話會用爆 所以 這個東西一定要帶 然後 小風扇 這是我帶去做工的小風扇 然後今天帶我懂為什麼不帶 可能是因為沒有bangbang 還有 這個是 我在韓國買的那個hand cream 因為我的手會很乾 因為最近做那個gym很多 所以你看我能撿都出來了 對吧 這裡 所以可以查這個 然後 還有shaman啊 感覺好多東西 這是 運動裝 我的sports kit 我的bag裡面每次都會有這個東西 因為有時如果早下班的話 我就會去運動 所以這個是必備的 那個鞋子在車上 ok 這個東西我要介紹給你 這個特別好 猜猜這是什麼 不是槍喔 這是練手臂的 因為就是 我有一個習慣 就是在片場沒有東西做的時候 在等戲的時候都會做這個東西 所以是可以練這裡的肌肉 然後 讓我不會睡覺 這樣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小包 裡面很多東西都是必備的 對 還有環保袋 就這樣子 空了 我的秘密都攤開給你的 還有marker 這個東西我覺得 藝人有機會的話就帶 因為有時 粉絲他們要簽名的時候沒有筆 或者他們的筆 那個音會不好看 所以我都會用這個來簽名 還有 廁所池 應該就這樣子吧 還有這個 拍戲的時候 近距離的時候可以用 接吻器 對 接吻器或者是 因為我們拍戲很靠近 就會用 就大概這樣子吧 真的是沒什麼東西了 好 謝謝 謝謝 辛苦了 祝你今天好運 謝謝 謝謝 好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喜歡 więcej compart intake interviewed wüniken ش